各位朋友 這是人民力量第二節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講平封樓 剛才講了平封樓對人體的影響 和全灣區議會很奇怪的一面 區議會差不多 除了我之外 一致表示歡迎港鐵在全灣西站上面 興建這個平封樓 是不是 惠儀當天也有出席 也都看到那個情況 在我旁邊兩位 惠儀大家熟悉 這個Jacqueline 也是我們全灣區的新一代的居民 我不會用老居民這個 新一代的居民 不要這麼說 我們新一代 她媽媽就是老街坊 Jacqueline 是我們全灣新一代的結出人士 地區人士 對全灣區的平封樓 深表遺憾 深表遺憾 亦都是 深深受害 老效應 晚上都很慘 在媽媽館鎮有敲穿問題的感受很深 其實平封樓的問題都很嚴重 早前有一些團體做過一些研究 Jacqueline 大家分享一些結果 一個團體做了一個研究就是全香港看看哪幾棟大樓 是榮登這個十大平封樓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十位就是東涌的南天海海岸 第九位也是東涌的影灣園 第八位就是我們很榮幸全灣區的萬景峰 第七位就是坑口的衛南灣盤 第六位就是九龍城的長龍灣 第五位就是西九龍的君臨天下 第四位就是西灣河的嘉鏗灣 第三位就是最近很多是非的美夫區裡面的萬克頓山 第二位就是西九的軍匯港 第一位也是西九的港灣浩亭 嘩 即是 這裡很多是幾萬呎的 是啊 有些是 第一位很有趣 它說是影響整個的深水埗區 屏風指數原來是分開六和五的 都很高 所以很嚴重 但是這裡有些是豪宅來的 是啊 是吧 還有很多是新建成的 有不少是 是 有很多是這個 九十年代後期 還有二零年代 即是二千年代 這幾年落成的 很多是 還有它影響是非常之深遠 說起來都是整個區那麼影響 譬如說第十位的南天海岸 就是整個東涌區 跟著呢 晚克頓山就整個美夫新村 我相信這個排名呢 即是如果那些將來興建那些 落成那些 有些要讓位的了 是啊 那有些已經是在策劃中了 是啊 譬如說其實有幾個項目都在策劃中的 譬如說荃灣西 剛剛有三個項目都策劃中了 剛才說的那個荃灣西站 它有幾個呢 就不同名字 TW5 TW7 全部都在附近的 那如果第二天全部落成的話呢 荃灣區那個的 屏風流效應呢 可能榮升第一的了 再加上萬景峰 哇 這個武林之尊 那就連在一起了 這個 這個 荃灣區有機會榮獲至尊這個銜頭呢 都要拜託荃灣區議會 那些議員 特別在民建聯領導之下 歡迎這個屏風流的興建 真的 一點都沒有說以民為本 而是以地產商為本 嗯 以政府為本 政府支持的 他們就支持 那樣咯 其實這樣做法挺威風的 譬如說你在太空看下來 整個長城那樣咯 連位一個屏風 哇 我們可能贏了萬里長城 這個是第八個 第八個 wonder 是吧 第八個 wonder of the world 有 那你說 興建的那些還有其他區都有的 譬如我講了第七、第八、第九 就是荃灣西站 那第六就是南昌站的上蓋 那已經通過了成規會 不過現在周邊的居民呢 就極力反對 那不知道區議會幫了多少 那第五位就是元朗西鐵站 就有九座的 那第四位就是大圍站的上蓋 第三呢就是將軍澳站上蓋 第二就是烏溪沙站上蓋 跟著第一位就是大圍車廠上蓋 有成十二座那麽多 嘩 所以大圍的居民和全灣的居民 真是同病相連 嗯 你跟著興建緊最嚴重的屏風樓呢 主要集中在我們兩個區 一個就荃灣 一個就大圍 嗯 那元朗南昌那些呢 都這個受害 全部是地鐵站的上蓋物業 全部都上蓋 全部都上蓋 他已經很恩賜了 他說我在這裏給了一整三十米的 蜘蛛 這個蜘蛛給你 哈哈 我覺得關於蜘蛛 通風狼呢 好像婆仔咬鬍 是啊 有兩年 還有兩米 還有我們早幾個月前 在立法會跟林鄭 局長談的時候 她已經說已經減低了建築物度 是 很厲害 恩賜 恩賜給居民 但是我們在說不要平封樓 不要有東西阻擋 令到我們的健康受損 還有很多居民去置業的時候 真的買一層樓 是一輩子的投資來的 是很大的決定 是一個家庭的決定 但是突然間就在裡面 建一層樓 建一層樓 然後呼吸不到 陽光不到 那這些其實是很慘很慘 很受害的一件事 我都知道你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關於那三個發展計劃 剛才我顯示了南昌 是 現在看這個是現時的計劃 這個計劃政府已經說是恩賜了 已經是減少了 是吧 很恐怖 我看過數據 他說這個屏風樓的寬度 是450米 就是這個從頭到尾 是去到450米 佔那個樓面面積 由05年 36萬9千平方米 去到01年 原來拗元素是沒有改變的 幅圓一樣是這麼大 然後樓高 減少少少 減少多少呢 6.7米 何仔賣送丫數 兩層樓 這樣 你已經會因此居民 是啊 即不賤這麼高 我原本是600多呎 我現在就減少二三十呎 幾十呎 是吧 是 是 然後由05年 開始提提南昌站的時候 就說沒有通風浪 然後到01年 就說加設了三個 這個 又是那邊的 這個 那邊 即是手指握 是吧 是呀 本來是手鏡 小小的 那是元朗站 元朗站很恐怖 這個屏風樓的寬度是700米 那即是 南昌站剛才450米已經很誇張了 那它700米 那這個 樓面建築面積呢 就是16萬平方米的 那到現在01年呢 那咬數 咬到現在未公佈 究竟會不會減 那其實不樂觀 如果咬到這樣 那接著呢 那通風浪 由05年開始 那就是沒有的 那到現在又是未公佈 嗯 好啦 那接著呢 就到這個 荃灣站上蓋了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荃灣西站 那個屏風樓的寬度 400米 那樓面面積 33萬平方米 那到現在01年 咬數咬完 就少5萬平方米 就變成28萬4千 但是它少那5萬平方米呢 大部分減呢 是減在這個商場的面積 就不是 就是 因為可能商場已經 超過那個需求 是 是 是 可能它都是看回市道 可能起了商場出來 變成死場 是 就是自願去減 是吧 好啦 劉高 這個也是 5月31日 我去聽區議會的時候 廣洁 不停去強調 就說 由05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193米 現在是152米 經常都強調就是 減了41米 減了41米 但是其實你減了41米 還有152米 就是在後面其他專身村 很多居民就是看不到陽光 呼吸不到空氣 那他們的權利究竟去了哪裡呢 好 通風浪 同樣了 05年的時候 其實地鐵都挺絕的 是沒有的 然後現在又是婆仔拗數了 那就是三條的通風浪 就說有18米 50米 50米 但剛才好像大舊所說 這個是TW5區的批話 它在旁邊說有50米的 它可以TW6、7 再起的時候 就一直收窄了 是啊 它最大的問題 大家看這個發展 當然 看一些圖也好 它中間有些縫 但是它所有這些發展項目 它下面那幾層的商場 是由南到北全部串連了 那就是說 如果你在地面 在一般的地面 你起碼有 就是大約四五層高 起碼四五層高的大廈 是連環幾百米封了那個路面的 那大家都知道 汽車走路面走的嘛 就是說那些汽車那些污氣呢 那些的二氧化碳啊 那些什麼sulfodioxide那類的東西 就累積在這個路面 那你就 你的風在你可能 你住五六樓就可能在上面過了 你下面的路面呢 基於這個的 好像萬里長城的商場 就是幾百米 這些全部幾百米的嘛 你這個的全灣西鎮幾百米 整個地盤 你跟著這個的元朗鎮 就是幾百米 你的幾百米呢 大哥 你乘三尺 千幾尺啊大哥 你叫你走都喘氣啦 就是四百米呢 就等同一個的大球場 大家跑這個大球場的一個圈呢 就是四百米 是吧 如果你跑得快呢 世界紀錄就四十幾秒啦 四五十秒啦 四十幾秒啦 是吧 那我們跑呢 現在跑就起碼跑兩分鐘 是吧 那你那段路程走完呢 可能就要走五至十分鐘 全段路呢 他就說上面有這個的 所謂的通風廊 但是你下面那幾層 給他的那些商場 還有那些有關的 就是 所謂的冷氣系統啊 那些的 就是發電 那些的電力站啊 那些的電力系統啊 一般在下面的話呢 停車場啊 就封了你的了喔 那你跟著那些空氣在下面呢 就凝聚在那裏呢 就焗住了 動不了的 那你變了整個地區的居民 就受到影響 那現在政府也好 這個議員也好 議員就簡直歡迎點 那些政府呢 那些政府呢 就覺得 咦 我在上面 已經切了少少的通風廊給你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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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廊給你 但是在下面呢 就繼續受害 那所以我們看回這個 就是 政府那個 規劃的設計呢 其實就是 對市民那個的 就是生命健康 用來教非的 是吧 那就是 我們很希望 透過 就是這個的講解 這些的問題呢 給多一點點市民呢 這個的認識到 現在香港的城市區 又發展呢 就是政府那個的 設計和的問題啦 那還有這個的 區議會 那個的表現呢 就是其實 對市民那個的福祉呢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如果你說 全灣區議會 一致站出來 好像陳恒鵬那個研究 拿他的研究出來 區議會一致支持的話呢 我區議會有研究 做了一個研究 顯露這個屏風樓 對居民的影響 而區議員又支持這份報告的結論 反對興建屏風樓 真是可以學東沖那個街坊 那個案例 可以打官司 咦 可能真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Jacky 你可以叫你媽媽呢 我們協助去申請發援 拿著全灣區議會 就是 陳恒鵬倚賴那本事 罵完之後 跟著就走出去 沒有參與投票 就是那份的報告呢 可以去進行司法覆核 可以的 或者告政府 哎 我有這個問題 你還起碼這些東西 你毒害我 就是進行這個司法程序呢 去動政府 是可以的 不過他們不知道 其實整條村龍街 舊樓都是不過六層的嗎 剛剛就是那些停車場啊 遮蓋的 是啊 很可能 第二天這個荃灣西站 這個TW5 跟著TW7那些發展項目 哇 下面的商場呢 封到你 那些風呢 就是你要靠上面的空氣 但是你最大問題呢 越重的空氣是向下墜的嘛 就是你越是有這個原浮粒子 越是這個污濁的空氣 越含有這個污染物的空氣 是越重的嘛 嗯 越清新的空氣向上升的嘛 嗯嗯嗯嗯 就是很魏 氧氣越高 氧氣越高的空氣向上升的嘛 是啊 是啊 就是在荃灣市中心的居民呢 都不要說以為海邊那裡 就離自己很遠了 但是其實就是有一個效應在居民 就是當整個海邊都是起滿屏風樓的時候呢 剛剛在正中間的呢就遭殃了 是啊 那麼我們就是 剛才阿周都跟大家分享了 有些的發展計劃呢 其實政府過去多年呢 由這個2000年開始插畫 中間諮詢很多次 那麼其實最近呢 今年呢基本上有不少 剛才我們講的幾個大的發展計劃 南昌也好 元朗也好 大維 還有荃灣等等呢 已經到了那個設計 去到最後 和最重要的階段 是吧 就是撥取了 那就是如果大家仍然不站出來 去吵的呢 就是基本上很大影響 那現在的程序呢 還沒完完的 嗯 那現在的程序呢 就是政府加上諮詢完各地區議會 那麼呢 還要再去成規會的 那麼去成規會呢 我們看一下 明天查一查 看一下就回荃灣TW5這個計劃 什麼時候正式成規會開會 作最後的審批 那麼我們早前呢 就在這個荃灣 做了少少的介紹啦 也都派了些單張給些市民 那麼也都有部分居民呢 自己填了 就記這個facts 術者寄回到成規會表示反對 我們現場都收了部分市民 那些的反對的簽名 和資料呢 我們都facts了過去 傳真了過去的這個 成規會的 那麼但是 大家如果仍然覺得這個問題 值得關注的 那麼有些計劃的時間 先後不一啦 那麼荃灣這個當然在做緊啦 荃灣這個西鐵站 有些可能遲些少啦 有些可能已經決定了呢 已經回不了頭 除了政府自己改變的 那所以成規會那個戰役呢 仍然是繼續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些朋友關注的 好像美夫的居民 那麼關注他們的問題 美夫的居民呢 是到那個樓宇興建 剛才我說這些所有程序已經完成了 批了給發展商 發展商開始動工呢 那些人自如夢初醒 那個已經是極難打的戰爪 戰時 但是美夫的居民呢 仍然很英勇 是吧 站出來 因為他的權利 阻止那些工程車入 是吧 甚至呢 爬上車那裡 是吧 阻止他進去 沒有生命危險 也都在司法上 和這個發展商抗衡 和抗爭到底是吧 甚至是被告呢 都在所不惜 是吧 那麼呢 到這個階段呢 很多政黨也都是進去 那麼其實 打這些仗呢 不單止在興建的過程 要阻去 在那個規劃過程呢 也都要參與的 那麼所以如果 那些居民 即是 各位居民 你是在這個 剛才我們講幾個計劃的 啊 阿周和阿傑 阿傑你可不可以講講 剛才我們那幾個區 嗯 那幾棟樓 將來發展著的 那麼大家如果是屬於這些區的呢 可以和我們聯絡 或者和阿周聯絡 我們看看怎麼樣 那些人民力量 會和大家在一起呢 是 和這個地產霸權呢 就會抗爭到底 是 其實這個真是一個很漫長的戰役來的 就是可以看回呢 原來2011年2月呢 林鄭呢 就講過一段說話 就是裡面呢 都大約看到那個時間表的 那她說呢 如果現在的計劃呢 就是一切如期進行呢 南昌站 荃灣西5區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TW5 那這些項目呢 就 預期就是今年5月左右 就是提交成規會了 就是現在啦 是不是呢 現在都6月啦 那她又說 假如又順利的話呢 那希望呢 南昌站呢 就是今個夏天呢 就招標啦 那其餘呢 兩個位於荃灣的項目呢 就是年底就招標啦 那不過呢 可以留意 還有一些未來的發展 就是另外三個 就是位於呢 分別就是 荃灣西的陸區 朗平北 和天水圍的項目呢 就是重新設計啦 那另外還有五個 就是朗平南 元朗 錦上路 八鄉維修中心 葵方等西鐵項目呢 都由於呢 都由於呢 是以獲批核 總綱發展藍圖 及建築圖則 那所得意呢 又禮的啦 那所以呢 全部區份呢 都要打著 就是平鋒柳衣一場仗啊 剛才阿周說了一些 就是一些區 有些區 Jaclyn都有在 可以跟大家講講呢 那些區是計劃著 那大家都要留意的 我說 荃灣區 就是荃灣西 南昌區 南昌站的常蓋啦 元朗西鐵站啦 大圍站啦 將軍澳站 烏沙站 烏溪沙 烏溪沙站 和大圍車廠站 就是大圍 烏溪沙附近啊 和南昌 深水埗 南昌啊 元朗朗平 和元朗市中心 的居民呢 天水圍的居民呢 天水圍的居民呢 天水圍將來都很大的 那就是我們有一盆 設置在天水圍啊 那就是這個天耀 和天池的居民呢 都要留意 因為在這個天水圍站呢 旁邊有很大幅的空地呢 現在政府 在想在那裏 又不知道興建 什麼類型的屏風樓 是不是 那所以 我也要快點通知我的親戚朋友 是啊 在天水圍那一站 有很多親戚住那裏 可能是個透明度問題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啊 就是香港的城市規劃呢 就是基本上是很封閉 啊 和是很這個專權的 那因為就是規劃處 和城規會呢 基本上是一個很獨立 好像呢 就是他只是這個專家 他只是這個的了解 和熟悉的一切 其他的人呢 就是根本就當你是無知 啊 當你是沒有學識 當你是不懂事 是吧 那所以 啊 很多的規劃呢 就基本上 他們自己做了些功夫 很多時候到最後階段呢 才作這個所謂 槍除式的諮詢 是吧 那但是被諮詢的人 比如好像區議會那樣呢 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基於某些的理由呢 就是應該反對的 他又不反對 有些講了反對 但是就不參與投票 又走出去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 就是其實和全灣區議會 這個例子呢 真是很有趣 是吧 你民選的議會 民選 是吧 是吧 那你區議會很關注 對評峰樓問題 他都做了很多工作啦 嗯 成立個專責小組 因為這個的評峰樓 講了很多年了 了 全灣西站 講了很多年了 起碼是七八年以上的 那區議會是做很緊密的關注 成立專責小組 就回到空氣的問題 做了一個很全面的研究 嗯 很有權威性的研究 是啊 是啊 研究結果都很清楚顯示 那個問題是嚴重的 嗯 還有這個問題是影響市民的健康的 你作為議員 有什麼重要過對市民的健康影響的 是吧 不是錢的問題喔 也都不是方不方便的問題喔 是吧 而是對那個生命健康構成影響 這麼重要的報告 這個不是政府做的喔 也都不是人民力量做的喔 是吧 也都不是一些易打六的團體做的喔 是你區議會的專責小組自己做的報告 那些區議員可以動武道的 嗯 負責那份報告 跟著走出去就好像很權威那樣 不是被趕出去喔 是吧 你說我們去衝擊 去扔東西被人趕出去而已 他就離場抗議 嘩 好像逃兵那樣 走線 怕尷尬 是 你跟著你同黨的人就在區議會 你跟你說的東西完全不同 嗯 他說真的 哇 我想要列出來 阿忠我想你要將那天的會議紀錄呢 就是所有民建聯的人發言那些的言句 就是紀錄出來 跟著投票結果就表出來 就擺上人網 嗯 我相信這個是香港政壇奇景之一喔 是吧 哈哈 是啊 還有就是例如呢 我自己坐社區建設委員會呢 我就是經常在那個委員會呢 就是聽很多大學的教授呢 就是過來報告 哎呀那些風動啊 有什麼問題啊 屏風扭起了啊 會有多大的危害 那些區議員坐在那裡就會說 哎呀那怎麼可以 那怎麼可以 但是怎麼知道原來去到大會那裡 就一直就說 哎呀會危害 但不要緊啦 犧牲一下啦 我們要歡迎政府啊 歡迎港鐵 這些這樣的興建 那我精神分裂的情況是很嚴重的啊 就是我坐在一個大會 還有坐在一些委員會裡面呢 是就是都覺得 咦這怎麼這麼矛盾的啊 還有就是當日呢 其實很多傳媒坐在那裡的 那些傳媒呢 都拋了頭的 就是為什麼 可以一方面 就先是批評 但是到投票的時候 又歡迎呢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又好像沒有什麼報紙報道啊 全灣區的一個會那個情況 更加沒有任何前媒 就是寫任何這個諷刺 暫時未見到 但是當日很多記者坐在那裡的 是啊 當日很多記者在那裡 可能想訪問啊 蘇錦良 哈哈哈哈 不是啊 阿布泰 不是啊 這個卡片 卡片代理局長 處理局長 來全灣區議會 很多記者 是個重點呢 就是坐在那裡等他講話 還有想訪問他 都緊張明封樓的 是啊 不過有可能是一些拘捕 沒有那麼快會出到的 是啊 那麼我聽到那些記者說 怎麼寫啊 為什麼會這樣這麼矛盾啊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啊 然後呢 就在那裡聊啊 是啊 還有當日就是 聊這個問題的時候 兩個公民黨的區議員都不在場 嗯 所以 真是很有趣的 是 還有另外一樣荒謬呢 就是就是 當 談完屏風樓的議題之後呢 就到衛生署呢 來講解呢 怎樣預防一個呼吸道質 哈哈哈哈 就是先打來禮 是啊 應該到 是啊 他有先見之明 他明知道興建屏風樓之後呢 全灣區居民那個呼吸道會有問題 所以跟那些議員解釋 是啊 你不用怕啊 有衛生署幫你救急啊 有問題 是啊 是衛生署的 全灣區議會講解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們有些人間呢 就回來啊 和大家再討論這個 這個屏風樓 和這個地區政治 這些荒謬現象的情況 一會見